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手机是没有解锁的 现在我是戴上口罩 戴上口罩了 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啊 看到没有 已经解锁了 就是戴上口罩也是能解锁的 无论能不能看清 对 已经解锁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内解锁 就是你 你现在只要更新到15.4版本的 现在是开发版的 他没有正式推送出来 对 15.4系统更新完以后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这个面容ID 打开以后呢 你看他面容ID有密码 这边iPhoneX有一个设置 T1M还有一个是戴口罩 使用面容ID 而且呢 还可以戴上眼睛 重设面容ID 我们再尝试试一下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设置面容ID 开始 然后呢 将面跟他的方向这样左右摆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四周圈圈的 有一个预色的地方呢 我们在上面没有扫到 这边还有没有扫到 我们这边 好 这个扫完以后呢 他就是 就是戴口罩的 设置过程中 就是说你不需要戴口罩啊 就这样平时设置就好了 啊 我们再设置一个 好 他这个时候好呢 对我们再转转 对我们再转转 这样子 等他这四周的预色都有了以后呢 哪一个地方没有预色就扫了 面上去 然后就OK 第二次扫描已经完成了 去掉我们的眼睛 就是要去掉我的眼睛 再进行一个 呃 扫描 你剪 去掉 继续 好 然后保住你的面 对吧 然后再缓慢移动左右啊 这样左右上下 嗯 好 嗯 那现在已经设置完成了 OK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看到 哎 戴口罩 使用面容ID 戴上眼镜 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戴上口罩 他会怎么样开锁 戴眼睛开锁了 OK 就这样的效果 如果大家没有升级的话 等他最新的5.4 推出来 马上更新 以后戴 口罩啊 就不需要再 取下口罩去上描 特别区域 要买东西 当你 需要 支付的时候 就要把口罩拉下来 以后再识别 面容ID 但是如果你现在 不需要拿下来 就可以直接识别你的口罩 他主要应该是以 这一块的区域上 来进行识别的 所以呢 没问题的 戴上眼睛也是OK的 OK 这个就 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个是5.4 最新的系统这个功能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